接下来我们要做练习 那首先我们先拿出来道德作业本出来 然后呢我们翻到第五页 第五页我们一起读它的题目 我爱惜东西 我爱惜东西 那今天要做的这个呢 它要叫我们做什么呢 谁会爱惜东西 谁会保护好他的东西呢 圈出正确的答案 就是把有保护好他的东西的小朋友呢 把它圈起来 把棒的圈起来 好不好 那记得我们要用蜡笔 然后我们把一只蜡笔拿出来 记得蜡笔要握好 我们看第一的 第一的这个小男孩 那他在做什么 他在收他的书 对不对 那他把他的书看完了 然后呢他就把他的书放好在书包里边 那这个男孩是会爱惜东西还是不会呢 会是吧 他有爱惜他有把他的东西放好 那我们在这个会把它圈起来 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很棒 那我们看一下旁边的 旁边的这个小朋友 他在做什么呢 他拿铅笔 他拿铅笔 他在画画 他在哪里画画呀 他在地上画画 他还画在哪里 画在墙上是不是 那这个小男孩呢 他会不会爱惜他的东西呀 会还是不会呢 不会 他没有棒 因为他把他的铅笔呢 拿出来乱画了 所以这个是不会 我们把它 掀起来 他没有爱惜好他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有小妹妹 那小妹妹 我们看一下他在做什么 他在撕他的书 对吧 我们看一下他的动作 这个 那老师问 我们的书呢 可以拿来撕的吗 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书还有用 不可以拿来撕的 那这个女孩是 圈会 还是不会呢 不会 因为他没有棒 他没有爱惜好他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我们把 不会 圈 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第四的 最后一个的 那这个男孩 他在做什么 他在排 好 他的书 对不对 那这里有书 然后呢 这个男孩呢 在把书 排好 排在那个书柜里 那这个男孩 老师问 是棒 还是不棒呢 很棒 是不是 他有爱惜好 他的东西 那我们把它圈 会 还是不会 会 因为他的男孩 很棒 他有把他的书 放好 是不是 那 记得小朋友 我们呢 要爱惜好 我们的东西 听懂吗 那今天我们的练习 就先做到这里 记得在家 要多复习 好吗 小朋友 再见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